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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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也没办法了 麻烦你回去看看人姐的情况 我得顾摸一下 还要在这里面挤上多久 才能等到她消气 你有什么发现吗 这就难办了 南边也没有线索 我刚刚问过了附近的童心 据说那伙海乱鬼 最近走私了一批物资 就藏匿在这附近 他们随时可能回来把那些东西带走 希望不要和阿黄撞上 听说 是用几口木箱子装的 怎么了 你的表情有点奇怪 什么 我们快走 该出发了 就是这里吗 没有箱子 只有凌乱的脚印 看来我们来晚了一步 时间没过去多久 他们带着物资应该走不了多远 先跟着脚印追上去吧 前面都是杂草 脚印也开始分辨不清了 等等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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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惹了什么人了 我 我也不知道那批虎是要交给羽人种的呀 我反击人 哼 哼 哼 有速度是你 给我加把劲 这不是偷人的剑法 哼 哼 应该 你 你是村 没 没 现在交 呃 荒龙派 荒龙派 没听说过 我们老大可是 还有我们人姐 是你吗 哼 王姑 荒龙派 没有小 听好了 派中 从今天 人家小心 哼 人家小心 送上门的声音 遇风而行 你也障目 银草结环 我会保护大家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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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若金汤 往反自然 哼 掌眼法 哼 哼 好好站稳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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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物资都放浇出来 哼 等等 你们是谁 八火 你都惹了什么人 我 我也不知道 那批火是要交给余人种的呀 哼 哼 我还以为这回肯定要交代了 没想到这群海乱鬼的背后 还有愚人种 把消息带回给天岭奉行的话 多少可以折点罪吧 啊 人家的意思是 我这回 算是立功了 哼 从结果来说 确实如此 啊 总算是逃过一劫 但是 从过程来说 身为荒龙派的一员 对付完几个海乱鬼和愚人种 就喘不过气 折罪的事情先放到一边 你的伸手 还得好好锻炼一下 人 人 人姐 人姐不要啊 救我啊 秦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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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是 是 还有名神大舍下面的山道上 我们想说 求神不如来求荒龙派 可是还没贴几张 却有一个好恐怖的狐狸女人 突然从背后出现 不要逼我们去回忆啊 总 总之 等我们回过神 就已经被抓到凤行所了 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到了凤行所 反而安心了不少 是啊 好歹是从那个女人手里逃出来了嘛 哎 仁姐 你的脸色怎么 果然 还是先送你们上路吧 已经不是教训了吗 都要直接上路了吗 救命啊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居然要再去见那个女人 人 人 人姐 我们先去跟看兵卫老爷道歉了 呃 再见了哈 呃 对对对 还有魁老板呢 哎 等等我 这群家伙 平时怎么不见这么能跑 招惹谁不好 偏偏偏惹上了神社 哎 这下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嘛 倒也不是有没有交情的问题 哎 罢了 有你在的话 说话也方便些 能夸一分是一分 我连一秒都不想在神社待着 总之 就有劳你陪我走一趟了 嗯 嗯 哎呀小家伙 你怎么来了 嗯 哎呀小家伙 你怎么来了 嗯 还跟着一位希客呢 公司大人 我是来为荒龙派的事情道歉的 我们会负起责任 清理掉所有的宣传单 并对神社的损失做相应的赔偿 希望公司大人 能原谅他们的无礼 哦 原来是为那件事 哎呀呀 这下可难办了 这里毕竟是名神大社 如此行进 网中了说 可是对将军不敬 要不这样吧 眼下我已派了一名巫女 去处理你们的小广告 所以神社里少了些人手 作为补偿 就由你来顶替这名巫女 在神社接待一日来客 如何 请容我拒绝 哦 拒绝得可真快 不过这样真的好吗 若是让天守阁听闻了此事 居然 哦 小家伙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我好伤心啊 哎 真哪 你们没办法 那你们就去给负责清理的巫女帮把手吧 之后就依你们说的 把小广告全部清理完就行 如何 够大度了吧 的确 完全不像是这个女人会干的 不过清理小广告 本来就是荒龙派的责任 况且就算有什么问题 也比当巫女要好多了 辛苦你陪我这一路了 接下来交给我一个人 商量好了 那可不许反悔了 我派去清理的巫女就在神社外 你出去不远就能看到 毕竟 就是你的姐姐阿信嘛 姐姐 就这样吧 小家伙 你们可要好好努力哦 好 好 好 果然 还是被算计了 嗯 虽然有些难以启齿 麻烦你 再陪我一阵子吧 另外 从现在起 你就是荒龙派首席顾问了 抱歉 这其中 有很复杂的缘由 唉 总之 先去外面找她吧 先去外面 呀 忌 那当然 这可是八重大人亲自交代的工作 哦 是旅行者啊 好久没见了 八重大人给了我新的指示 要我把山上的小广告都清理干净 居然在神社周围贴这些东西 真是的 这都是谁干的好事 你身后这位是 好久不见了 姐姐 阿人 你 你终于愿意回来了 抱歉 不是的 我这次来 是为了其他事 怎么会 家里人都很担心你 虽然嘴上不饶人 但其实 我现在过得很好 不必担心我 就这么跟他们说吧 那怎么行 我偶尔也听到来神社的人说起过 你从黎月回来之后就加入了什么帮派 还有一些不好的传闻 虽然觉得不太可能 但阿人你不会是被他们给骗进去的吧 我正想说这件事 我现在供职的帮派其实是一个正经运作的国际化社团 真的假的 我们社团里汇集了来自各国的精英人才 比如这位旅行者 在蒙德和黎月都是首屈一指的任务 现在则是我们的首席顾问 这 我确实有听八重大人提起过 有位明洞天下的旅行者 原来就是你吗 不错 我远赴黎月 有一半的原因 也是为了结识这些朋友 原来如此 这就说得通了 那你们的社团叫什么名字 荒龙派 荒龙派 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不就是这些小广告上写的吗 请听我说 这只是一场宣传事故 我们这次来神社 就是为了澄清误会 我们社团在到期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 所以经常有人对我们产生一些误解 为了更好地传播我们的精神和理念 我们还聘请了本地的团队进行宣传 只可惜 或许是在沟通上出现了一些奇异吧 才导致了现在的结果 虽然可以说 大部分都是外包的问题 但作为负责任的大社团 还是得亲自来道歉善后 所以 这里就交给我们 姐姐你可以先回神社了 不行 这可是八重大人亲自交代给我的任务 嗯 不如 我们一起清理吧 我刚好还想多听些黄龙派的事情 那个女人 连这一步都算到了吗 唉 好吧 这些宣传单的粘性不强 用水沾湿或者用风吹松 就能接下来了 热血荒龙派 有梦你就来 嗯 怎么说呢 你们宣传单的画风还真是 这是最近在蒙德正流行的抽象风格 还柔和了一些黎月的水沫技法 我们为此重金聘请了专业的会师 虽然最终效果是有点前卫 不过 这正是我们荒龙派锐意创新 积极开拓的表现 原 原来如此 荒龙天下第一斗 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位荒龙一斗就是你们 在到齐的领头人 我听过一些关于他的传闻 荒龙哥英明睿智 是我们社团的牌面 自然有不少竞争对手 想要抹黑他 只是荒龙哥天性洒脱善良 不愿计较 再加上他的鬼族身份 有许多事都不好开口 但对于这些不实言论 我们都会保留提起诉讼的权利 是吗 真是辛苦啊 是吧 是吗 是的 我愿意 是吗 你 那 是吗 他们 我愿意 有 是吗 还 您 有个能力